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女尚服三頂官帽全丟 習近平震怒異常 紅色恐怖 中國天子腳下先大舉報運動帷幕 青島啤酒分內外共 小便門事件引韓國民眾憤怒 喬州選舉案 第三名川普前律師珍娜認罪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0月25日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李尚服三頂官帽全丟 習近平震怒異常 10月24日 中共當局先發布消息稱 免去李尚服國防部長 國務委員職務 之後當局又引用人大消息指 李尚服的軍委委員職務被免掉 至此 李尚服三大職務全部被免 幾乎可確定其已出事 記者之前已經獲得消息 李尚服被抓後 共出8名裝備系統高層 目前軍內人人都處於一種驚恐的狀態 現在 前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也處於失蹤狀態 多方報導指 火箭軍幾任司令 政委等都已出事 被調查 之前 劉奧學者袁紅斌9月對記者披露 火箭軍出問題是這次中共軍隊出事的導火索 他透露 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這一班人都比較傾向認為 現在發動台海作戰 可能會遭到重大挫折 但是在表面上 他們又表現出對習近平發動台海作戰的國家戰略的支持 李尚服表面上是對美國和台灣問題極其強硬的鷹派 而實際上他又在私下裡贊同火箭軍領導層的觀點 這一點被揭發出來以後 引發習近平的震怒是可以想像的 時政評論員李玲希認為 現在表面上看 李涉及貪腐的可能性也很大 當局不久前還在徵兆從2017年起涉軍被採購腐敗的線索 也就是說 李很可能政治問題加上經濟腐敗被習算了總賬 李玲希說 習近平當然有理由對李尚服落馬一世感到憤怒 這不僅因為李尚服是其一手提拔的李德落馬 未來對習選人用人的決定可能會產生一定限制作用 這對習是一大打擊 真正的問題在於 習自2012年上台後一直在軍內反腐敗 並要求軍頭對其忠心 但是李尚服 衛奮河及火箭軍那幫高層卻繼續貪腐 根本沒有把習的要求當回事 也就是說 習突然發現手下親信也沒有幾個真心聽他話的 這才是習最不能容忍李尚服且必須將其拿下的原因 紅色恐怖 中國天子腳下先大舉報運動圍幕 10月23日 首都北京通州區近期向各行業下發密件 懸賞激勵民眾提供不穩定線索 該密件為安全穩定情報信息獎勵辦法通知 該通知以維穩為名鼓勵民眾舉報不穩定線索 並根據情報的線索評定等級 再結合實際應用效果 給予舉報人不同級別的獎勵 一等線索到四級線索 其他線索 獎勵及萬元人民幣到500元人民幣不等 是實際發揮的效果 再確定最終獎勵數額 多人舉報同一線索的 只對第一舉報人給予獎勵 而且獎勵申報程序也是由基層街道 鄉鎮等層層上報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不願居民的通州市民擔憂獲罪提供的通知截圖而未提供全文 透過截圖可見該獎勵辦法 正由通州區各行業的主管部門下發 另外 當局已將整個文件定為保密集 這名市民透露 當局要求舉報的不穩定情報涵蓋範圍非常廣泛 有網友調侃通州這項新舉措 將其冠名為大舉報運動 亦有網友諷刺 通州市民大有趕超以舉報馳名的北京朝陽區之事 極有可能成為既被稱為中國四大情報機構的朝陽群眾 西城大媽 海澱網友 分台勸導隊之後的中國第五大情報組織 法國獨立導演 時評人王龍門分析 當局借底層民眾維穩 將導致文革中舉報成分的歷史重現 中共當局獎勵舉報者的做法 最大程度地激發人性之惡 中國已經並將湧現一大批自願為黨國服務的告密者 文革中兒子舉報父母 妻子舉報丈夫的歷史會捲土重來 當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信用系統坍塌時 民眾會更加依賴政權 中共也藉此強化其政權 青島啤酒分內外共 小便門事件引韓國民眾憤怒 10月19日 一段視頻開始在中國網路上熱傳 在青島啤酒三場 一名身穿工作服的男子 費力翻過圍欄爬進製作啤酒的麥芽倉庫 站在上面小便 該視頻迅速在抖音 微博等社交媒體上熱播 還頻頻登上微博熱搜 有露媒直接將其稱為青島啤酒小便門事件 針對小便門 中國網民紛紛表示將不再喝青島啤酒 人們質疑 這應該不是第一次 擁有120年傳統的青島啤酒為中國啤酒行業的龍頭之一 大量出口海外 本次與小便門事件相關的青島啤酒三場 去年的產能是120萬千升 機身世界級工廠 據稱是亞洲單體規模最大 生產效率最高的世界級智慧化工廠 青島啤酒小便門事件發酵到韓國 青島啤酒在韓國進口啤酒市場的佔有率 長期以來位居第一二位 是人氣產品 青島啤酒韓國總進口代理商BK公司於21日表示 已向青島啤酒總公司確認 青島啤酒的內需和出口是分開製造的 目前進口的青島啤酒全系列產品與設施工廠無關 第三工廠只生產內需啤酒 儘管韓國進口代理商作出上述解釋 但韓國消費者的不安和不滿人不斷擴大 消費者們紛紛表示 從冰箱裡拿出來都人掉了 以後不能再喝青島啤酒了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孔子 杜甫 李白 蘇東坡那個時候的中國 是失去道德 禮儀和廉恥的地獄 喬州選舉案 第三名川普前律師珍納認罪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前律師珍納愛麗絲週二認罪 成為喬治亞州2020年美國大選干擾案中 第三名這樣做的前川普競選團隊律師 川普2020年競選團隊高級法律顧問愛麗絲週二 與喬州富爾頓縣的地區檢察官達成了認罪協議 並出席了有法官主持的認罪聽證會 他承認了檢方提出的重罪指控 協助和教唆他人作出虛假陳述和書寫虛假內容 他被判5年緩刑以及5000美元的賠償金 外加100小時的社區服務 向喬州公民寫一封道歉信 同時承諾在該案未來的任何審判中熟實作證 一些法律專家表示 一些同案被告認罪並同意作證 這可能會增加其他被告的法律風險 也可能誘使他們接受檢方的認罪協議 因為這些早期認罪的被告 都得到了有利的判決結果 緩刑而不是監禁 該案主審法官尚未確定 對川普和其他14名不認罪的被告的審判日期 川普否認自己有任何不法行為 並譴責這起訴訟是一場政治迫害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 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中南海智囊承認了 中共早就在執行脫鉤戰略 綜合報導 民眾一天狂搜移民超過5億次 中共政府出狠招 俄羅斯最新攻擊行動慘敗 折損兵力已近30萬 美撲恐襲 試圖關閉飛機引擎 飛行員被控83項謀殺未遂罪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ường關閉飛機 我們在規制哈哈 ストーン